明武宗诸后照年号正德 明朝的第十位皇帝 也是一位很有个性的皇帝 给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谭丸 代表作是建立暴访 其实 诸后照除了谭丸外 还有着过人的军事才能 单从他的嗜好武宗 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 能征善战 崇尚武功的皇帝 诸后照由于年幼没有被管教好 长大后就谭丸好色 他在位期间属于朝政 经常出去寻花问柳 有时候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甚至长达一年 他还曾经下令 全国禁止养猪 禁止吃猪肉 他喜欢与其人意识结交 他学喇嘛教 就自封大庆法王 诸后照还有一个爱好 就是喜欢带兵打仗 他把自己分为郑国公 威武大将军诸寿 郑德十二年十月 诸后照在亲信 魏史江兵的怂恿之下 到边地 宣抚寻边 诸后照从小的梦想 就是像祖先 朱元璋 朱利那样 骑着马 南征北战 大败天下无敌手 只是由于环境原因 一直没有实现自己 儿时的梦想 在明朝政德十二年 蒙古的达达部落 首领小王子 亲率五万人的队伍 进犯明朝边境 恰巧 因为贪玩的明朝皇帝 明武宗朱后照 也率领了一些兵马 在边关巡视 看到达达部落 首领小王子 前来骚扰边关 一心想出风头的明武宗 以威武大将军 诸寿的名号 调集长城附近 一线的军队 参与作战 当军臣听到 皇帝要御驾亲征的消息后 严厉拒绝了皇帝的要求 当然 大臣们是替皇帝的安全着想 要知道 距离明英宗朱祁镇被俘 才过去了七十多年 明朝大臣们 现在心里还有隐隐呢 所以万个不愿意 让皇帝御驾亲征 朱后照呢 是铁了心要出去 于是在手下江兵的帮助下 顺利的出居庸关 然后来到了宣府 朱后照想要打仗 以皇帝的身份是不行的 他自己给自己封了一个官 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 同时还定了级别和俸禄 看起来像模像样的 151今年十月份 蒙古小王子的五万大军 准备攻打大同 兵官守将和下人们都急了 苦口婆心的劝皇帝赶快回北京 无奈 朱后照已经下定决心 要和蒙古军一学辞雄 朱后照不慌不忙 调兵遣将从容应对 前几次都是小规模的接触战 从未分出胜负 明军和蒙古军真正的较量 是在映州城 蒙古军负责攻城 明军则是守城 战斗从早上天不亮 一直持续到下午日落 蒙古军撑不住了 夏王子只好下令退兵 实称映州大劫 值得表扬的是 朱后照自己还亲手 杀死了一名蒙古兵 奇怪的是 朱后照死后 大臣们写的《五宗十录》 里面却记载了很诡异的结果 蒙古军队阵亡16人 明军阵亡52人 我们知道当时蒙古军是5至6万人 明军比蒙古军还要多一些 双方加起来十万多人 在一块火拼了十几个小时 最后竟然死了这么几人 显然是有问题的 只能说明一个结果 大臣们在黑出口罩 毕竟这位皇帝玩事不公 贪玩 自然不受到大臣们的待见 另外从史书来看 从此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蒙古打打步 再也没有敢侵犯明朝 这得给蒙古人留下多大的洗礼隐隐 才不敢来犯呢 如果仅仅只是死了几十个人 就不敢侵犯 也太不符合蒙古的血统了 显而易见 印州之战 蒙古军伤亡惨重 被打怕了 而这场毫不起眼的战斗 也成了诸后照 勇猛无畏的唯一证明 万历25年12月20日 朝鲜战场 四万名军即将对盘踞在顺天 四川卫山的各路日军 展开大规模进攻 尤其以卫山的加藤清政部为首要 因为卫山是府山的最后一道屏障 对于明军和日军来说 都是势在必得的目标 一场你死我活的会战不可避免 不过这仗打的就十分诡异了 一 明军突袭 日军各自为战 藏促交火 明军兵分三路 仰功顺天和四川 小西行长和岛金翼红布 纷纷加强防守 但这俩哥们却没有把消息告诉 位于卫山的加藤清政 所以等到明军急剑于距离卫山不到百里的庆州时 加州清政居然善离职守 跑到附近的牺牲谱去了 毫无防备加主帅不在 按理说明军这一波突袭该拿下卫山了吧 李成良之子李如梅 晒三千辽东铁骑指导卫山城外的日军大营 日军果然陷入混乱崩溃 被斩杀几千人 余部退入城内死守 虽然错失了一半拿下卫山的最佳时机 但推掉了卫山城的高地塔 拔出了各个据点 明军大军赶到 拿下卫山势在必得 二 惨烈攻防 两军一直较量 伸一口气 卫山城是加藤清政亲自设计和建造的 不得不说这货打仗没啥出彩 修城倒是个好手 卫山城主要依托于卫山平原太河江边的一座 紧高50米的小山而建 内城高15米 用石头雷城 外城则是雷起的土丘 其上利以松树 三重莫榨 卫山城最大的优势在于 其可沿太河江到达市军的补给兵站西生浦 加藤清政这次到西生浦就是为了研究住城 使得卫山和西生浦相互应 只不过还没修好 明军就来了 24日 明军开始攻城 守城日军 当在2万左右 尽管明军大炮威力巨大 卫山城内建筑受炮火攻击 火光冲天 但很快 明军发现卫山城防 比想象中难啃得多 明军游击毛国气领兵 奋勇向前突破两重木栅 歼灭日军600余 但在攻击第三重木栅时 日军禁具铁炮优势开始发挥作用 游击沉眼冲得太前 不幸腿部中弹退出战场 明军攻势受挫 与此同时 加藤清政也率牺牲普世军 突围进入卫山 战局从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接下来就是日常的攻防战 明军的大炮始终无法摧毁坚硬的石头城墙 日军的铁炮又让明军不能向前 明军尝试火攻 结果天降大雨 曾有十几名明军登上城头 但日军很快用交叉火力封锁明军后援 突入的这一小波明军力战牺牲 就在双方打得难解难分之际 日军增援严太和江而来 明军不得不分兵 三前布置江防 而攻城的明军十来日 见感疲惫屡屡屡受挫 士气逐渐滴下 当时正值朝鲜半岛冬天 雨天让风餐露宿的明军苦不开眼 城内的日军日子也不好过 卫山城没有水源 炼日的围困使得粮草 弹药药物都提缺 据大河内秀原的记载 到了正月一日 日军已经没有一人能把话想清楚了 人们之间的交流成了原始人般的死民 三明军崩溃 日军转手围攻 萨尔虎提前上演 正月三日 明军发起最后一次全军总攻 从当天午后战至凌晨 明军阵亡700余人 伤三千 依然没能拿下卫山 此时日军小西行长布 由太和江赶来 明军主帅马贵决定撤兵 明军主动退去 按理来说应该会有条不紊 马贵也安排好了各路明军 撤退顺序 留下了殿后部队 可诡异的事发生了 带领先头部队撤退的叫杨高 多年后 他的大名将再次拎在耻辱柱上 他眼见一些受伤的士兵 行军缓慢 不忍催促 但却无力缓和这样的无序 在军中蔓延 如果杨高采取了 令人大跌眼镜的做法 弃军逃跑 秉着眼不见心不凡的理念 杨高跑了 明军先头部队就彻底乱了 原本龟缩于城内 何在江中观望的日军 顿时挡击血斑 疯狂想混乱的明军 发起反攻 自臂体管支战后 再也不敢与明军野战的日军 露出雄狠的獠雅 明军被掩杀三十里 损失惨重 据说 当时追击的日军 每人腰间都悬挂着明军士兵的头颅 不可一世的天军 落得如此惨败 给了日军跑路的机会 卫山大会战 明军以绝对优势压制日军半个月 尽管无法破城 但后续撤退 无序导致大溃败 暴露了明军内部巨大的问题 这几乎是后来 萨尔虎之战的预言 同样是杨高统兵 同样独入并进 同样大败而归 如此相似的场景 没有引起明朝君臣的深思 这或许是最诡异之处吧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